你是哪个宫的 我 奴婢是启祥宫宫的婴儿 婴儿 在启祥宫被人欺负了吧 没 没有 没有 那这风雨来鱼律区的苦筛事 会轮得到你 可惜了 那么漂亮的一张脸 莫在了启祥宫 谨证公公 我 我只是一个最卑贱的宫女 但是很久没有人 跟我说这么冷心的话了 小心水 卑贱不卑贱 得看是谁 自从王清作孽宫里 就指了宫女和太监的婚姻 可暗地里哪个宫女和太监不相 不找个卑贱 好 我师父礼御一路靠的是贤贵妃 爬到现在的位置 婴儿 你这张脸 敢不敢筭利 我若帮你把事情办成了 你在皇上跟前 坐我向上爬的梯子 若是复查 你跟了我 亮来以后也无人敢 再欺负了你去 如何 金珍公公 求您躺我 让我赌一回吧 方才贤贵妃问你 你犹豫什么 没什么 就是 怕说错了话 让皇上嫌弃了 那你放心吧 皇上喜欢你 这儿有御前宫女的衣裳 一会儿换上 金珍公公 如今我进了养心殿 那我到底算什么呀 算什么 那可得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这件事若是不成 往后你便悄悄跟了我 这件事若是成了 便拿你一辈子的荣华来谢我 你的青云路才刚走了半步 可别从云头上摔下来 我 金珍公公 求你好歹教教我吧 你就算进了养心殿 也还只是个宫女 没什么出息 只有皇上册封你为妃嫔了 才有一条好路等着你走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算你还是聪明 换了衣裳好好打扮一下 给皇上敬查贤罪 记住 好好拥住皇上的心 我能为你做的可就都做了 往后的路什么样 可就看你的本事了 花生在里边 快进去耗着 令珠 奴才给令贵人请安 金珍公公请起吧 我能为你做的可就都做了 这大热天的 定竹脸色不太好 瞧您这神色 是又被启祥公给挤兑了 想讨好佳贵妃 连个机会都没有 那是 人家又要生了 您却连个公主都没有 皇上啊 一心都在前朝的战事上 连勇兽公的门都不进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没办法也得想办法呀 奴才捧了您上来 可不是看您发愁的 您看人家淳贵妃就知道 恩宠不多不要紧 能生就行啊 可是生孩子这事 还得您自个儿想办法 除了您自己谁都帮不上啊 生孩子生孩子 还有一件要紧的事 奴才方才看见师父急松松地 去派人押借御室的新王爷入京了 什么 那可是家贵妃母族的王爷呀 是 奴才细细打听了 御室的新王爷逼得发漆自在 皇上龙颜大怒 如今只瞒住了家贵妃 怕她惊动了呆起 可御室王爷被押入京城 这事可瞒不住啊 是瞒不住啊 可家贵妃要是在临产前知道 令主说会怎么样呢 当然了 当然了 万一家贵妃在生了孩子以后 才知道这事儿 怕是再生气也不会上身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这个消息我会好好留着 我明白了 奴才还得去送糕点 先行告退了 令主这次得宠风飞 是借了太后捧庆贵日 皇上要暗自不满的东方 实在有些侥幸 令主可千万记住 谁都可以不理会 皇后娘娘正得胜处 又掌六宫 绝不可轻易 与皇后娘娘冲突啊 这皇后啊 总是不在意 本宫的奉承之心 刻意疏远 很是可恶 看来本宫只能靠自己了 指着皇后是不成的 那是自然 皇后呢 咱能靠则靠 靠不上 咱也别和她撕破脸 别忘了你还是个奴才 奴才对令主可是一片真心 那些客套凤营本宫是会的 你这回包了本宫 本宫都记在心上了 你怎么又舍不得了 如今凌云彻没死 静忠公公白费了心思 她可不会肯就此善罢甘休 一个烟火 本宫还怕她吗 主 奴才请令主安 奴才来着想告诉令主 令主往后伺候皇上 可要加倍小心 可别让皇上瞧出来 您人在皇上身边 心却在凌云彻身上 本宫就是不想让凌云彻死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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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怎么了 你要我去除了凌云彻 我下手了你去 去求求你什么意思 本宫是要除了凌云彻 但并不是想让她死 如今她被赶出去了 也是一样的 当初是本宫对不起的 如今就得还她了 可是尽忠啊 如果你安分老实 咱们就一起求富贵 若这事闹出来 皇后为了保护她的救命 恩人凌云彻 多少会拉本宫一把 可你呢 若让家贵妃知道 你让她丢了脸面 她头一个杀了你 苑婉 苑婉 你翅膀硬了 你倒真不怕让皇上知道 你们两个曾经有私情 你敢要挟本宫 那就一拍两散啊 你大可以告诉皇上 本宫当初为了爬上去 是怎么求你的 是怎么答应了你 我倒要看看 皇上是厌恶本宫 还是更厌恶你 好 真好 你忘了你当初的家贵妃 那是受了如何的苦吗 要是没有我 你会有如今的荣宠吗 敬忠公公 瞧您说的 您说这话 可是冤枉我们主了 我们主这心里啊 除了一心伺候皇上之外 就只惦记着和您的扶持之仪了 若不是昨晚 怕皇上皇后和家贵妃 继续彻查下去 会扯出您来 我们主又怎么会赶走林云彻 不过了了此事呢 令川 奴才我也是心疼您 您的恩宠来得不容易 您得自个儿好好珍惜 请问您 君忠 你可别忘了 咱俩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你呀 别轻举妄动 别让皇后和李玉她们知道 这事是你做的 是 奴才知道 那奴才还有差事 先行告的呀 我先urat了 你满我 我去死了 你满我 你满我